那梁柱那時候我們裡面是 算兩個小朋友 我跟景文 演的那個 49 跟.. 銀鑫 然後我記得 那個舞台是讓我覺得還滿驚豔的 就是 啊? 這不是傳統戲嗎 梁柱 然後做成舞台劇 然後算是一個音樂劇嘛 然後又跟市立國樂團是現場的 它要在那種江南的那種 又是小橋流水 又是叢林花木這樣子 Semi老師的舞台設計是 沒有一塊只做一次用的平台 或是布景 這邊弄一弄它變成是一個花台 這邊弄一弄變成是誰家 梁家跟那個住家 然後這邊弄一弄到最後 哇塞組成一個墳墓了 隨時在變 歌隊沒停過 然後我們演員也沒停過 但因為我們兩個小朋友要負責一件事情 就我們除了要記自己的走位 我們要去記兩位長輩的這個位置 就比方說有時候他們一趕路啊 哎呀在哪啊走啊 就我們要帶著走 跟一拼馬差不多 其實那時候我就想說 他是導盲犬我是馬 對銀行的導盲犬這樣 當下是真的透過這些的造景 跟那個影像 就是讓我們置身那個環境當中 那個益聖老師的影像 就變成是我們所看到的一些 不管是江南的庭園 或者是戶外的這種 荒郊野外 誰家誰家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玩得這麼開心 有一場良柱益聖在現場我記得 化碟之後 化碟那個時候那塊紗 他要從天上這樣落下來這樣子 結果那天就所有的鉤子都掉了 就差一個鉤子沒掉 然後就是一塊布就這樣斜斜的橫過舞台這樣子 超難的 對 我救不了 他就是狀況 參加良柱的時候很菜 然後就是Semi他帶我進果陀 做的參與的第一出製作 然後他演出前呢 Semi還穿得非常正式 然後在那個國館那個走廊的時候 他好緊張 我說你到底在緊張 你參與過那麼多演出了還在緊張什麼 他說 沒有我真的很緊張 我擔心那塊沙 真的會出問題 然後我記得很清楚 應該不會吧 結果剛講完那天就發生了 沙勒卡艾 那就是首演 那是首演 我想起來了 國飛定律 對 冒牌天使 有一場戲是我們家的高台 我跟曾國城 程誠哥我們兩個是兄弟 然後我們兩個在燈按的時候 燈一按 我們兩個要從觀眾眼前 就是觀眾看得到的台階爬爬爬爬爬上去 然後爬上去坐在那邊 然後燈按又衝衝衝上去 那天我衝上去說 糟了 一回頭程誠哥不在 完了燈馬上又亮了 燈亮了 亮到那個區域 我這邊燈還是暗的 但已經有觀眾看到我 因為舞台上還是有一點光源嘛 我就說奇怪 我是不是來找了 戲在那邊 然後後面的工作人員全部在笑 然後我哥哥曾國城在旁邊等著我 你趕著上天嘛 因為我們在屋頂嘛 你趕著上天嘛 這麼急著靠近天堂 明天早上就看聖母有沒有真的在保佑了喔 我哥 躲在這個地方喔 會讓我想起小時候耶 你記得嗎 記得 哪一段 就那時候你都會自己跑到屋頂上 把我一個人留在樓下 然後就聽老爸一邊喝醉酒一邊就開罵了 我幹嘛用你們兩個畜生啊 我懂 第二齣戲 是我覺得在果頭對我來講 也是人生當中很至關重要的一齣戲 叫做巴黎花街 然後那個戲 也讓我曾經在舞台上遇過一個 人生舞台上很重要的一個狀況 就是右半邊整個抽筋 肩膀會往脖子這邊收 肩膀收就算了 既然脖子也這樣 然後就拉不動了 要這樣用力的這樣 然後脖子這邊也要用力這樣跟他講話 接著是這個下二打不開 下二也往下了 講話變成是那個唐老爺 他也怎麼樣 你覺得咧 所有人嚇呆了 結果我是不是中風了 我是陽巔峰 我會不會就死在舞台上 在後台 在化妝間跪著哭啊 導演也跟我一起啊 然後當然我還好有宗教嘛 我基督徒就跪著禱告 中場休息二十分鐘 我們休息了快半個鐘頭才開眼 噴啊 按摩啊 那個什麼嗓子那種 都會熱的那種 全身噴冷去眼 下半場就過了 我再說一遍 那個他不是他 那個他是你 對 我要掐死我 我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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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睛 我只剩這一隻眼睛 不要 我的眼睛 我掐死你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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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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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一次是跟果陀合作一個叫我要成名 在兩個人身上這樣捧著我 砰 一隻腳踩一個人的手 砰 後空翻 直底後空翻下來就頭著地 然後還殺不住車整個人在後滾翻一圈 我再度站在台上的時候 結果我站不住了 我是在晃的 好像飄啊 然後後來其他演員出來 就旁邊警員就掐著我 就掐著我 我就想 嚇死了 結果那天當天晚上 演出完就是送急診 因為我們在開會的過程當中 導演會提出一些演員的 運動的問題 然後要怎麼解決 走台很重要 他會要知道就是說 雖然在排練場裡面大概知道圖都貼的滿牆都是 可是問題事實上 那個 因為排練的 對 到你進了 進到那個空間以後 他真的所有的位置他走過一遍之後 他才可能會發現說他有某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會在現場設法解決這種問題 這樣子 讓演員放心 他們一定都要讓演員放心 像冒牌天使影院那一段 其實我之前就很緊張 因為他牽持到跟演員之間所有的配合 然後以及比例啊 方向性啊這些問題這樣 所以但是從不太轉眼 就是我們那個影像進去之後 他心裡面自己在莫屬 應該是莫屬秒數吧 其實我會告訴他一個基本的秒數 可是其實還是要他練 對 那個配合起來就讓人家覺得蠻神奇的 我想我們花時間在 在家在動物園上面工作的時間比較長 那一齣戲的主景從頭到尾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所以變成是說 他怎麼樣把一個客廳變成公園 我在現場拍了一些他在做Mapping的照片 還蠻有趣的看起來很像就是我們在電腦上面 用AutoCAD在做色塊 做Layer這樣子的那個一個一個的畫面 其實是在現場 其實我覺得梁導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導演 他就是對以我的設計來講 他可以很明快的告訴你 這個是我要的 那個是我不要的 以及他知道就是說 這個東西放到舞台上去以後 它的效果 它其實已經在他腦子裡面都有了 你那服裝設計你要準備三四套在那邊選 對啊 動畫你要畫三四樣 畫兩三樣 那個很費工夫的 但梁導是很清楚 包括我們表演也是 對啊 我跟你講要什麼要什麼 你覺得什麼 他就很清楚 跟梁導工作的節奏感非常非常好 而且決定的非常明快 他不喜歡就告訴你不喜歡 所以拿影像來說 我可能舞台出來之後 我會很快的給梁導看一些reference 他可以很快的說 這個太怎麼樣了 這個太怎麼樣了 對於果頭來講 他是一個 不斷求新求變的一個劇團 要鞭策自己往前走 要能夠往前走才有下一齣戲 那從一個劇團到現在有 好多不同的文創事業在同時進行 我覺得全民營的劇團來講 他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而且是說可以給未來的年輕人 想要做劇團的人 或者想要從事戲劇相關的組織團體的人 我覺得是一個標桿的團體 觀眾進到劇場其他的團 有些時候那個反應真的很不一樣 就是說果頭的戲大家來看一遍 其實就知道 那個感動是打到你最心裡 最直接的 不管他是笑還是哭 跟你生活周遭非常接近的那種感觸 然後回家很立即的 可以影響到你身邊的人 甚至影響你自己就夠了 我覺得表演藝術可以抓獎 我覺得是蠻值得的一件事 跟果頭合作我剛好十年 然後六出戲 我覺得在果頭可以真正的輕鬆的 自在的當演員 就是說果頭是一個分工細膩 然後職務都非常的明確的一個團隊 那我看到了果頭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的苦心經營 所以跟觀眾的互動啊 什麼樣的戲觀眾喜歡 然後他們跟什麼樣的藝人合作 帶來什麼樣的效應 所以果頭這三十年來經營的 我覺得不只是藝術的成就 也是在人跟情方面的成就 所以我覺得以我演員的立場來說 在果頭是一個很開心的演員 然後可以得到很大的空間 去參與創作 去參與發想 然後在表演的時候有絕對的一個自由